大家好 本來應該是從反季節種植區先動手 不過不只因為時常下雨的原因 隔壁的小黑對於剛整好的地看似非常滿意 也就只能先轉移陣地 從棚架區來增加種植空間 畢竟哪晚也在一旁虎視眈眈 看似也很想進去驗收菜床的舒適度 而這已經有苦瓜可以採收的棚架 是由兩組棚架並臉起來 並臉的說法指的是 一邊若是休息 另一邊一樣可以獨立運作 在早期棚架搭設之前 內部土壤是平的 搭設完成後 為了方便讓攀爬作物 根系可以往下鑽 有更好的吸水量 將中間挖出一個凹槽 達到蔓淹的效果 因此這棚架的支撐竹子架得比較深 在多餘的季節 特別擴大了凹槽空間 讓兩排的土壤墊得更高 而在進入秋冬種植時 雨水量會比較少 就可以將土壤回田 將凹槽空間縮小 來增加種植空間 由於是採用混合式種植 內側製造較低的位置 播種的是四季豆 在外側可以提供強製造的位置 則是種植長江豆 關於豆柯植物呢 一根攀爬的竹子可以播種兩顆種植 只要竹子的距離有抓好呢 生長起來並不會太複雜 至於上方則留給一旁的苦瓜 另外一顆苦瓜還會保留 兩側各三根竹子的空間攀爬 就算沒有使用到的竹子 也不方便再種植攀爬類作物 這樣可以防止他們 芝蔓之間發生打架的現象 畢竟攀爬類作物呢 通常比較吃日照 不適合讓葉片堆疊的層次太多 另外鑒於上部影片呢 紫薇白菜已經可以 克服土壤蟲害的問題 於是在留給苦瓜攀爬的竹子下 又多撒種了小白菜 將空間完全利用掉 由於家庭種植的空間比較小 混合種植的情形時常可見 如果菜地是平面的 就可以將試水性差不多的 作物列為優先考量 但是因為這是立體的方式 比較不受限制 只需要調整膠水的方式即可 個人的考量主要因素呢 則是混搭長短天期的作物 進行混合種植 額外多採收的作物呢 就盡量選擇短天期的葉菜類 尤其是根系比較不深的作物 會更為理想 也可以達到避免搶肥的現象發生 也更可以善用上下層的土壤養分 畢竟養土這件事情很花時間 養好的土當然就是好好利用 而雖然天氣很不穩定 最早播種的薑豆已經可以往上爬了 至於苦瓜不知是否又有颱風的原因 市場竟然一斤已經要140元 快速生殖的效果被迫多包幾顆起來 一顆苦瓜就算使用自然農法 同時讓它生長的十幾顆果實也不是問題 而需要特別注意的是 在食場下雨的時間點 蝸牛也會往竹子上方爬 得特別注意一下 避免他們晚上死 留下來吃葉菜類 畢竟前車之劍 那你很快就被吃光了 最後反季節種植區也進場了 在銀糧處測試菠菜可以出芽後呢 又再加一點菠菜與黑芥蘭 黑芥蘭可以採嫩牙吃 也可以移植種成大顆 採收金布來吃 再來就只能看天吃飯 希望颱風帶的雨水不要太多 謝謝收看 謝謝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